瑞穗香瑞穗社区发展协会推广客家语言文化 开办客家礼语研习课程 并出一板一言的上课教学模式 而是选用唱歌的方式来进行 不仅学员兴致高昂 也有非客家级的居民来参加 都说用唱的学客家话 比较简单好学 学说母语如果只是课版的老师教一句 学员说一句那就落伍了 瑞穗香瑞穗社区发展协会 开办客家礼语研习课程 就用开口唱的方式来学说客家话 除了一般的客家歌谣 大家耳熟能详的容数下 老师也特别用课语填词 让学员在熟悉的旋律之下 加深学员印象 并能唱出一口标准的课语 瑞穗社区发展协会 开办客家礼语研习课程 并出一板一言的上课教学模式 而是以歌唱来学说唱客家话 让客级与被客级的学员学习起来 不是不是因为我想要写啊 我不会啊不是闽南人对所以对都学习 有比较好好玩啊 有写就很好了老人家又来这里和大家聚在一起 快乐就好了 客语与推师叶金华为了让客语教学能更生活化 更容易被使用 就特别从歌唱歌曲来下手 近年来改编成客家歌词的曲目就超过40首以上 叶金华说 借此让大众能更轻易的把客家话朗朗上口 其实从唱歌学语言是更容易学 更容易记得 因为如果说你单纯说要学客家话的话 你比较就是说只用语言的方式的话 可能大家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兴趣 那用唱歌一面唱歌一面学语言这样子的话 所以更容易让大家接受 客家里语研习课程的学员们 在创新学习语言的方式下 简单易学 人人学习性质高 能唱出一口流利的客家话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